歷史上的今天是前行政院長余國華病逝的日子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這個台灣經濟奇蹟的推手吧 余國華先後出任財政部長、央行總裁跟金建惠主委 帶領台灣度過670年代的能源危機 他與孫運璇、李國鼎、周鴻濤等 並稱台灣經濟奇蹟最關鍵的推手 他接任中央銀行總裁的時候 在任內維持貨幣供給穩定增加 並抑制台灣兩次的石油危機所引發的物價狂飆 在中日斷交這個局勢逆轉之下 中華民國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地位可以說是岌岌可危啊 他訪問日本時每次都設法 跟大帳大臣竹下登謀面以聯絡感情 但日本已經跟北京建交不願意跟我方接觸 而我駐日副代表林晶晶跟竹下登同事抖稻田大學的校友 兩個人商議以後暫時不提及北京入會案 使得我國在亞營的地位得以沒有受到動搖啊 蔣經國逝世以後 他在李登輝代理主席案中捲入了政爭 在政爭中他的夫人董梅貞在接受新聞訪問時說出了 政治太可怕了 這句明言並表示早點離開這一是非之地 於國華下台以後 前總統李登輝特頒以一等親雲勳章 並受聘為中華民國總統府執政 可以說是相當輝煌的一生 至少我做不到啦